大家好,我是Stan 8月3号下午 在韩国经济到城南市的一个百货大楼内 发生了随机事件 导致13个人受伤,一人遇难 而凶手在现场被警方逮捕了 然后在8月7号 经济南部警察厅召开了身份公开审议委员会后 公开了凶手22岁缺文中的照片 但是因为被逮捕的缺文中拒绝拍摄照片 所以警方就将在调查过程中获得的资料中 公开了能识别缺文中面容的照片 在韩国因为这种凶手也有人权 所以不同意的话就不能拍他的脸部照片 据了解,权文中在2020年被诊断出患有分裂性人格障碍 但是这三年来都没有接受任何心理治疗 而在这个事件之后 韩国网络上还出现了很多 在二手货交易网站预告 地铁持刀行凶的30代被捕 发文持刀行凶预告的20代在春川被捕 发文要在卫山小学持刀行凶的小学生被捕 在SNS预告釜山西面持刀行凶的海军被捕 根据警方发表 截止到8月7号 在网上发现的杀人预告贴文 共有187个 其中59人已被捕 而其中57.6%为10多岁的青少年 在这里更傻眼的是 大部分被捕的人都只是觉得好玩而发文的 因为市民们的不安感达到了极点 所以只要有小小的骚动 也会变得难以忽视 导致这几天警方也收到了很多误报 甚至在前几天 一名中学生被警察误认 在镇压过程中被打受伤 最后发现 这位中学生只是在运动中的普通市民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不断地发生无法相信的犯罪 如何要判断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只能先报案后逃跑 拒绝拍照可可 看样子以后还会有人拒绝入狱了呢 预购的人已经是犯下重罪了 全部都要抓起来判刑 杀人的人需要人权吗 拜托 已经放弃成为人类的人 不要用国民税金为他们吃饭 给他们生存的机会 那位遇难者的老公 大声痛哭 没能保护自己的老婆 你不只是杀了一个人 而是毁掉了那个家庭 拜托实行死刑吧 所以说 证据明确的 一定要判死刑 考虑犯罪者的人权 触法少年 少年法 因为这些烂东西 国家正在倒塌中 快要成为落后国家了 治安也乱 经济也乱 要被全世界取笑了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不过很奇怪的是 我这位怎么都不觉得怎么样呢 是因为实际上 只发生了这一个事件吗 对 我们也问过 住在首尔的英山妹妹 她也没有说很担心 或者是怎么样 可能就是当成 平常在新闻里 能看到的那些事件之一吧 所以对于这种随机犯罪 预告犯罪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给她把人的丁度 对于这种随机 Brake 找出这个阶段 也没有傻子 但是每个人都不org验 都不得了 就不得了 不得了 在哪儿 没有维护